高雄市政府在2017年即将接下全球生态交通盛典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重责大任 那其实就是预计要在哈马兴地区成立生态交通计划区 为期一个月的时间 那民众当然就是开始担心到底配套错需是什么 因为要尽量来使用这样的一个绿能环保的交通工具 那甚至研考会也规划了参与式预算 要全民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那么今天就邀请到了四位来宾来跟我们一起讨论 到底这样的一个计划会为哈马兴地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是进步呢 首先第一位要邀请的是我们高雄市议员张丰腾 张议员 议员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丰腾 那第二位我们邀请到的是高雄市政府交通局长 陈敬甫局长 局长你好 丽婷还有来宾以及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我是交通局长陈敬甫 那第三位是我们高雄市政府严考会主委刘靖心 刘主委 主委你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严考会主委刘靖心 那第四位是我们高雄市议员 吴亦正吴亦元 议员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吴亦正 好 那这边呢 想要先请局长 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其实在哈马兴地区 这样的议题其实吵了很久 对不对 那生态交通全球盛典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是 生态交通全球盛典 其实是我们在国际非常有名的 这一个国际组织 就是地方政府永续发展理事会 一般称为叫做ICLE 它下面在全球所举办的一个重要的社区改造的活动 那么它是每两年会举办一次 那选择一个国家里面的一个城市 来推动这个社区环境改造跟提升 那么主要当然是透过希望能够有一个月的时间 让我们居民能够亲身的来体验生态交通的这种生活方式 带来生活的这个形式的一种便利性 还有舒适性 以及能够达到环境永续低碳的这个 这个行为改变的一种做法 那当然它是一个示范的活动 希望透过一个月真正能够带来 居民在这个一个月里面体验到行为的改变 乃至于未来决定采取这样改变后的行为 是 那它大概应该不是整个哈马兴地区吗 它的范围大概在哪边 是 我们目前规划的是选择在哈马兴地区 那么我这边有一个图 大概就是在我们哈马兴地区 从临海二路 滨海二路 滨海一路 以及古山一路 这么一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大概是0.16公里左右 所以其实说大它也不大 那蛮适合我们作为一个生活形态的社区 进行一些实验 那我这边想问一下局长 就是说为什么会选在哈马兴地区 那我们高雄市怎么会想要接下这样的一个 一个示范的一个计划 当然高雄市最近这几年 一直是在往所谓的移居城市 那往这个环境永续的这种低碳城市去发展 那我刚才说过的 这个生态交通的这个全球盛典 它其实虽然我们在文字上看到是叫做生态交通 其实生态交通这个交通的部分 它只是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通常都需要透过交通运具的使用 来进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 那么所以其实它最主要的目标 是希望说我们来思考一下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怎么样透过我们的运具使用 乃至于来改善我们对于环境空间这种使用的态度 那么当然最主要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反思以及改变 提升我们社区的整个环境品质跟生活的品质 是 那是不是因为长久以来哈马兴有一些 就是比较复杂或是比较多样化的一个交通的问题 所以才会想说那我们在这个地区试看看 确实 组织人所提到的 正是我们优先来考量在哈马兴举办这个生态庆典的一个重要原因 各位观众朋友大概了解 哈马兴这个地方在我们高雄市算是城市发展的一个起源 早在日据时代之前就有其他国家曾经在这个地方 在这边发展 包含我们现在非常有名的这个英国领事官邸 跟他的英国领事馆 还有西子湾这个地方就是哨船头 那么后来在日本时代的时候呢 日本人来这边就是把我们整个填海造路 变成现在的哈马兴 特别把所谓的铁路 为了能够发展这个渔业 所以因此建了这个两条铁路 去从我们现在的铁道文化园区 拉到我们这个新兵码头 所以在日文里面它叫做兵线 叫哈马兴 那么这个哈马兴的翻译名词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它是具有相当多城市发展的历程 还有文化历史的这种记忆在这里面 那当然当时这个哈马兴这个填海造路的这个区块 日本人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台湾第一个 有规划的这个都市计划 所以我们现在到哈马兴可以看得到 它那个街道的设计其实是相当完备的 是我们台湾很典型的一种非常有规划的 这种都市计划的部分 但是多年下来我们的发展里面呢 这个社区的街道其实当时是小的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 那因为我们现在又非常仰赖很多这个机车啊 汽车的使用 所以变成我们现在狭小的街道里面呢 民众开始停放车辆 或是外来的观光客也非常喜欢到这个地方 甚至呢我们在西子湾那边也吸引了非常多外来的游客 每天下午都希望坐游览车进去看夕阳 所以造成整个交通的状况呢非常的庸盛 那这个部分就相对会来影响到我们生活品质的这个部分 所以有了这一些问题我们认为说 如果在一个具有相当代表性的高雄的一个社区 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反思 做这样的一个改善 那我相信不只是我们对于高雄 对外展示说我们生态交通 或是移居城市的这一个努力的成果之外 相信对于我们高雄市 在各个社区里面推动 乃至于说台湾各个城市来学习 都是一个非常值得 我们期待跟努力的一个尝试 是好谢谢局长 因为这样的一个计划呢 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整个规划的示范区里面 我们尽量不使用这些燃油的交通工具 那要尽量来使用这些绿能的交通工具 那其实民众也会开始担心一些问题 那我这边是想要请教两位议员 就是民众对于民众来讲 是不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而且相当的陌生 张议员 我想其实这是一个习惯的问题 其实我们这几年 因为也常常在国外看到很多进步的城市 怎么样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宜居 那我们看到从过去刚开始使用汽车 或者是机车 那越来越多 然后呢其实它已经威胁到一般的人 在居住的环境空间了 包括说我们很担心我们的小孩子走出去 如果要骑脚踏出去 它是不是很安全的 我们也很担心我们的长辈 他出去到对街买个东西是不是安全的 其实我们一直在退缩 把步行的环境都一直在退缩 那所以其实这几年 我们也是希望说高雄在大众运输开始起步的时候 能够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步行的环境 是把原来我们被完全被车辆占据的空间 能够要回来 那其实就是因为这样的机缘 看到说在YKLA在这个 韩国水盐室办第一届 那其实看开始的话 他们也是反弹很严重 但是问题是在这样的实验当中 其实它的步行环境变好了 然后呢商家的很多的环境变好了 就是那很多的这个小孩子 很愿意出来在那个社区环境里面玩 那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实验 所以当时我就 我就执行在总执行的时候执行陈市长 那希望说是不是有可能接办2017年 所以但是陈市长非常爽快的答应 我其实非常的非常的惊讶 我也觉得说他真的很有勇气 因为这个是过去你要做任何的建设 其实这只要有花经费 大概都可以做的还不错 但是你说要改变一些民众的这个行为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一个市长有这个担当 愿意承接这样的一个很不容易的工作 那我觉得他这个如果能够真的办好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市长 是OK那我这边想问一下吴议员 这样的一个挑战对于哈马辛的民众来讲 你怎么看 我想每一个最近其实这几年 我们在看每次在网路上 或者是我们出国考察访问 其实会让你会很惊艳的就是说 其实这个城市进不进步 那这几年的这个市长受不受欢迎 其实都可以看从他那几个设置可以看得到 就是他的脚踏车的环境是不是越来越好 他的大众运输是不是越来越普遍 他的整个行人的空间 势必以前更多 大家都知道欧洲 其实美国是比较不环保的 你看纽约这几年那个人行道 有时候连那个时代大道 他有两条路嘛 大家考虑到大家用人的习惯 可能有一条整个就是变成行人步行 就是让行人步行可以存在 在上面可以喝咖啡可以办活动 那这种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景象 甚至于某些街道本来都是人在停车场 他把停车场两边都取消 变成一个绿廊 当然是还是有车 可是那车的整个车道就减少了 其实我们这整个城市 其实让七七车我们在思考的时候 都是以七七车为主 那无形中就跟他讲 人的一个基本的走路的空间都没有 不要说安不安全 连走路的空间都没有 那所以这几年的思潮 大家在回到 因为什么七七车多的时候会碰到几个问题 空气污染 因为他就在我们的生活周遭 不是工厂可能在工业区 他是每天我们在面对呼吸的 第二个他的相对对人的威胁性 车祸整个我们的车祸的威胁要高 第三个他的行驶路径跟所谓的停车空间 他就整个一直吞噬我们的整个生活空间 你也各种可能都已经没办法在这里 在这个城市里面实践 那所以说大家都一直在回到怎么样让人为主 在波士顿你可以看到他们让车去走地下 让把高价的 就Big Dick挖掘计划 把高价的那个快速道路都挖到地下 让车去走地下 上面全部都变成公园绿地以人为主的一个城市 那我想很多城市都一直是如此 包括奥斯陆最近也五年内 差不多四年内也要市区了 在市区里面 就是说你不能用燃油的汽车能够进入 然后包括汉堡也是2034年 它有40%的区 你不用透过开车 你可以透过很多种干净的交通工具 走路 机交话车或者使用电动的安排 你在这个城市40% 有要连接人跟比较常在进出的 除了商业空间以外 就是说你的人的 人跟公园 人跟学校 人跟shopping mall 中间你在这个城市可以有40% 可以不用透过所谓燃油汽车 或汽车车来完成这个旅词 那高雄哈马新刚好这样子是一个 之前刚好就像局长这样 之前碰到路客很多的游览车 大家设计有点意识 所以说那个空间也刚刚好去实验 所以说他一开始可能有 很多人对这个不了解 以为说那我怎么办 我变成都不能开车 其实这个很重要 等一下研考可以来讨论 他这个计划你在讨论的时候 可以把自己的担心 你期待的有各种可能 有什么创意 不会影响你的生活方式 但是又可以让整个环境 不用依赖太多的车子在这个城市 但还是会有车子需要的 那可以慢慢来 哪些车还是可以进入 哪些车在什么时候可以进入 哪些车不要进来 那人还有什么顾虑 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讨论 其实大家在面对这个新的一个观念 是一个 那个过程是更重要 不是为了展现那一个月 表演一下 然后恢复原状 不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一起学习 就是其实还可以再讨论 跟还有进步的一个空间 可以继续让民众来做参与 对 那我这边想问一下主委 就是你之前也在美国待过20年 那应该也看过很多 这样的一个绿能运聚的部分 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分享 刚刚吴依然讲到纽约 波士顿 那其实多年前我去过 那个西雅图 西雅图那个downtown 就是市区 在上下班的时间 它是车子不能开进去的 但是它的配套措施 是在downtown的周围 建了很多停车场 所以上班的人 就开车开到那里 就停在那里 然后公车免费 那个上下班时间 是完全免费的 那你会想到 这市政府不是聊很多钱 其实就社会成本来讲 它赚了很多 它可以节省很多污染的成本 那那个车子如果再用电动的话 那就是就更好 那其实这已经是世界的趋势 深代的城市 深代的交通 你看瑞典 它已经宣示 2025之后 它不用任何去 所以我们台湾这个新生事物 一开始可能大家会有一点排斥 但是你只要体验到说 将来我们慢慢走向这一条路之后 我们的道路变清爽了 我们的空气变干净的话 大家就会觉得 这是一个应该实去走的路 是 所以刚刚主委谈到 其实跟我们现在 哈马仙要做的有一点点像 对不对局长 是的没有错 刚才我还没有机会跟大家介绍 就是生态交通它的范畴 那大概就是我们希望透过 我们在社区里面 如果可以透过走路的 骑脚踏车的 或是使用低碳的电动的这些运具 包含我们电动机车 电动汽车 乃至于我们现有的这种公共运输 甚至还有一些新形态的这种运具 只要它是符合低碳的目标 我们都可以在这个社区里面 把它给实现 加上我们这些原来的车辆 所占有空间 把它给移除之后 可能对于整个社区的环境 会有新的一种面貌 让大家能够增加 不管是活动的空间 步行的空间 乃至于说商业的空间 未来我们在这个地方 可以展示很多文创 或是当地文史活动的这一种 不管是传统的 或是商业的 这个活动 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来发生 那其实各位也可以 一起来想想 包含我们去哈马兴玩 或是西子湾玩的经验 跟我们如果是市民朋友 刚好住在哈马兴地区 来思考这样的问题 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那个区块 我们停的车 停车 停的车的时间 比开的时间来得多 还有就是我们如果开车进去 找停车位 找的时间 是不是跟我们要去那边吃一碗面 吃一碗冰 的时间来得多 还有就是 它所产生的 这些污染 还有这拥挤 是不是也造成了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那种居住品质的降落 如果这些是一个目前的现况 那我们透过某一种可能改变的方式 来加以提升 那其实这就是我们生态交通的这种活动 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 我们邀请我们居民朋友们 跟市政府一起大家共同来商议 看有没有什么样在生活当中 做一些行为改变的尝试 来看看它所带来对于社区生活的影响 如果是好的 那当然未来我们可以往这个方向 持续来前进 如果经过可能一个月的时间 大家发现 哪一些还要再修正 哪一些可能我们行不通 那当然也可以 大家来共同商议 是不是回到以前的那种方式 我想这个部分就是刚才 议员有特别强调的 我们希望在这一个办理的过程里面 能够引入所谓的公民参与 甚至是省议式预算的这一个机制 那我想这个是研考会 刘主委这边非常非常支持我们 也非常有创意的希望 加上这一种 现在非常符合公民参与的一个精神 是 那我想民众他们其实最有疑问 那最担心最害怕 应该就是说 如果拿掉我这些平常要用的交通工具的时候 我要做生意 我婚伤喜庆 然后我家有小朋友要看医生 然后救务车等等 到底应该要做什么样的来解决 议员 其实每一个生态交通盛典 它搬过两届 第一届是在水源市 第二届在约翰尼市堡 它其实这样的用意 不是说把一个放置四海接准的 一个生态交通的模式 说放到那你就照这样做 其实不应该是这样 每一个地方它有它自己的特色 那每个地方有它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它应该可以透过一个参与式的方式 大家来规划说 你在你的这个地方 你有什么样特别的问题 像在高雄市 PM2.5的问题非常的严重 那这个东西来自哪里 除了工厂 柴油车以外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机车跟汽车 那这个部分 我们在台湾 可能会就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你要面对像机车 这个部分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它 然后在这里不能有汽车 没有汽车 那我们有在这里面怎么替代 然后呢 还有很多就是说像这个区域 它是当时以前的日本时代的 这个都市计划是非常完善很好 但是问题是当时并没有去想到说 现在这种也是这样的运具 这种燃油运具进到这里面来 可是当现在这样的小的马路 这种运具进来的话 它的很多的这个交通安全的问题就产生了 你看像大陆客的那个游览车进来 其实在这里面就造成很大的安全的危险 那也把污染都带进来 那在这个地方 其实也可以有更有创意的方式来思考说 到底我们怎么样替代 如果没有车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其他的生态运具 可以让污染更少 那甚至因为这里面是一个很多的商圈 那过去都是车子这样进来 那车子这样进来 然后你要早停车不容易停 然后即日开车 你想要就一下子车子就过了 你也不会很不容易停下来 来商家买点什么东西 其实对商家的商机其实是不利的 那如果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大家来思考看看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 可以有一个好的步行环境 你在那边很悠闲的逛 你才会进到这些商家的去买东西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车子不能进去 那商家的运货要怎么样 或者是人要进去那里面有什么期待的 甚至都可以发展出电动的什么三轮车 或者是类似这样的运具出来 那或者是市政府是不是要投资下去 把整个的步行环境变好 那其实这些大家讨论之后 然后有这样的不一样的 跟以往不一样 透过这样的实验 这个哈马芯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 然后更好的更进步的一个模式 然后呢空气品质更好 然后呢更安全 那其实结束之后 说不定我们所有的居民 其实不见得想要回到原来的地方 是想要新的一个模式 那这个东西还可以 再就像一个蝴蝶效应 其实它还可以影响到高雄其他地方 甚至影响到台湾其他地方 是那吴一元你怎么看 就是针对民众的一个疑虑 还有他们担心 其实一开始应该是说 可能对这种新的观念很多人不了解 那又不了解 有时候就是有些人就比较 从担心的角度一直出发 那大家对这个问题还不了解的时候 先听到负面 我车不能进来 我又要 就开始跟自己的生活习惯就开始 重叠 就会很抗拒 那其实我也跟我们的哈马仙的好朋友 其实不用担心 要怎么做根本没有决定 只是说大家要来讨论 先把那件事情是怎么一回事 有那种可能 那大家有什么意见 你担心什么 你欢乐什么 你有什么问题 大家来讨论 因为它不是强迫式的 第二个 它一个月之后办完 也不是一定要全部都是这样 那也是要经过市民同意 是要走到原来的也可以 还是说要走更新的也可以 还是改变另外一种方式 那个本来就是 不是法律在规定这件事情 我根本不用担心 等于说大家来试试看 去看看 我们是各种可能 那所以说这是刚刚提的 那个是价值第一 第二个其实刚刚张峰腾有提到 其实我们台湾的整个 不只是道路的城际设计 都是没有以人为本 以人这个整个活动空间 绿色空气 干净在思考这件事情 造成我们现在的一个 以汽机车为主的一个城市规划 第二个 我们整个交通的系统 全部都是绑死的 被某些产业被绑死 很多很有趣的交通工具 对我们现在很适合的 我刚刚讲的 也许是两轮的 也许是三轮的 也许是独轮的 也许是四轮 也许是六轮 也许是没有轮子 现在都可能发生了 那这些法规 就生命的东西 你不符合交通规则第一条 然后什么 连我们上次哈马信那个 不是哈马信那个 两用 水路两用的巴士 光法规改了 一年来两年多 水路观光车 水路观光车 又要符合渡轮 又要符合公车 外国已经很普遍了 你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 那我们的汽车也是一样 交通工具 完全都被一些产业界 限制我们的思考 为什么独轮有电动的 那个什么滑板 为什么我在有社区不能走 为什么电动车 20公里不能走 都被交通被以汽汽车为主绑到 事实上我在社区里面 我这样很 你要给我这样的空间 我用很最简单的方式 最干净 那这些我们也希望 透过这样的盛典 希望你有什么创意的 发明的 你自己行为 厂商行为 跟现在的交通规不一样的 你环保的 然后但是又方便 不管是老人小孩 或者他债货 都很方便的 你提出来 那我们可以把在这个地区 不用挂拍照 就可以来实验看看 让各种产业 跟我们的人的解放一下 这个是 我是对这个 盛带交通更大的期待 我觉得这是这样的一个 所以它也会牵涉到 你刚刚谈到那个 法律的那个问题吗 对但是说我们有在 有一个环境自治条例里面 有跌了一条就是说 市政府可以选择一个实验区 让这时候 新能源的汽车 可以在这边实验 所以实验就是说 不用又挂牌 又要什么气息 什么彰化的 什么 那个叫车射中心 通过之后 我才能这边实验 我们现在一个月 可以让你的新的想象 很多有趣的交通工具 解决我们的需求 不管是我讲的老人小孩 你要载人 妈妈要载小孩 还是你要载货的 各种新的方法 怎么去连结 怎么去创作 这个都可以在这个区 被实验 在路上实用 不然现在你只要 你发明什么东西 在车上跑 警察要抓你就是违规 把你没收 好 谢谢议员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到节目的现场 丁陶 是台湾传统的文化 代表这种在地的精神 所以 知不知道我们怎么辛苦 我们也是要用心来传心 好后这边的人 可以感受到 这片土地的情操 看见在地人的心 庆联港督有线电视 和您一起用心 去年港珠有线电视 与您一起看见高雄 去年港督有线电视 与您一起看见高雄 周一到周五晚间六点半 尽情锁定全国最关心区里的新闻 社区好新闻 丁陶,刚刚刚讲 国航国家都围着什么 在打招 做一个高雄人 他了解多少高雄书 高雄回来起飞 有好的 也有要减讨的 都需要你来参加 我们在拜祭高雄现场节目 晚上九点现场播出 等你来看他 这次超线电视 我买不到高雄 他算了 我都要几 所以我可以吃力了 周一到周六晚间六点 敬请锁定港督新闻 高雄怎么吃最厉害 高雄怎么玩最精彩 嘻哈高雄陪您上山下海 我觉得我要哭了 带你享受美食 很厉害 对不对甜点 出发咯 每周五晚间九点半 跟着嘻哈高雄一起 玩遍高雄吧 大家一起跳舞是幸福 大家一起共餐也是幸福 大家一起高歌更是幸福 幸福甜美芬芳也随处可循 每周三晚上九点半 锁定高雄都会台第四频道 幸福后出咪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那我们接下来呢 要请局长来跟我们谈一下 到底我们的配套措施是什么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举个例子呢 我们到底会引进什么样的一个交通工具 去取代民众的这些烦恼 局长 是的 我想地方上我们接触的经验 他们非常担心 如果他们的车辆 不能在这一个社区里面去使用 那他们要把车辆放到哪里 那怎么样去到他们的车辆 做他平常日常生活中的通勤 通学这些使用 那这部分当然 各位可以来想想看 如果我们把刚才讲的那个范围 当做一个社区 过去我们是把自己的车辆 通通放在自己的家的下面 甚至会停到这个社区里面 狭小的这个巷弄或是街道上面 那我们如果在这个示范区的旁边 规划也给披建了一些大型的停车场 那让民众可以把他的车辆 停在这个附近的停车场 然后用步行的到社区里面 其实就是类似我们 如果住在一个很大的大楼里面 大楼有一个集中的停车场 然后再到他个别住的家 那个概念把它平面化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大概也已经 寻找一些可能替代的这些空间 即将要来跟地方上做一些沟通 那当然第二个就是说 民众也担心 就是我们社区里面 如果没有这些车辆 那我们如果要移动该怎么办 刚才我有特别提到 有些人说不定就开始可以 用走路或是骑脚踏车 那或是说我们要引进新的这个公车服务 接驳的服务 甚至新的硬具 那当然新的硬具牵涉到法规上面 我们要能够先突破 不过目前我们的想法 在国外其实是有那种类似 无轨的轻轨电车 那这个部分它体积比较小 如果我们在时程上配合的起来 我们也把它引进 不过如果暂时还没有办法 我们也会将电动公车的中型巴士 那个电动公车把它引进来 甚至我们已经跟中山大学谈好了 从西子湾站 我们会经过这个临海二路 然后通过他们那个隧道 进入到这个中山大学 让它做一个非常便捷的连结 至于说社区里面的 刚才吴亦正议员也提到了 是不是我们平常以前不能 在现在道路上使用的这些运具 现有的 比如说像高尔夫球车 或是说刚才张峰腾议员所提到的 有三轮的电动的这种车辆 可以让它变成是在我们社区里面去做 社区里面巡回的接送的这个服务 那当然各位会想说 那这么多硬具进来 那怎么容纳的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 有一些我们产生比较大的空污 这样造成我们比较大的这一种 障碍的这一些车辆 能够把它给 从社区里面先把它挪到 旁边的这个停车场 那这样我们的社区里面的空间 就会重新有一个重新的配合 那当然脚踏车 电动脚踏车 这个部分我们也都跟厂商在配合了解 甚至是说有电动机车的态换 我们也跟环保局这边来谈 是不是就哈马兴这个区块 为了这一个活动 我们有加码态换的这个补助 那我们也知道我们有Seabike Seabike过去有一批是换下来 我们也希望把这一些非常新的 换下来的Seabike 提供已经争取到500辆 要提供给这个社区里面去做这个代步的使用 那再加上有一些新的这个电动自行车 我们有厂商说 那我们也来这边让大家去试试啊 这一个月看有哪一些住户 他们愿意尝试这个电动脚踏车 如果说是一个月以后 不错的话 他才把它买下来 不要的话就退还给厂商 我们也希望能够促成这样的方案 那像这一些都是属于比较属于交通部分的 那还有呢 因为这个活动是我们市政府跨局处的一个活动 市长非常的重视 所以我们也知道有一些计划 希望能够在这边执行 包含建筑物的棋楼整坪 还有增设人形到徒步区的这个空间 还有地方上也非常关心的那个 揽线地下化这个工程 乃至于说私有空地的美化 清净家园的社区营造 还有老屋活化或是整修的补助 这个我们刚好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希望集合跨局处的经费 能够益住到这个哈马辛 真正 所以是综合的一种概念 是的 那当然这些是我们已经有的预算 可以溢注进来 刚才我特别强调 这是一个公民参与的过程 我们也希望 这些提案出去给民众 他们认为说 这个真的是对他们来讲有帮助 那这些预算就会下得去 或是说 经过这些讨论 我们的地方上有提供更好的一种方案 那透过公民参与 省一式预算的过程 我们也觉得是 可以达到生态交通的目标 那这样就可以 实现我们在地居民的一些规划的想法 所以里面它其实是会有接驳车 让民众来做一个交通 一个移动 那其实里面也有类似 像是服务台的一个服务中心的一个概念 那比如说像是如果我们家里有人要就医呢 紧急的那一种怎么办 这个其实是可以先经过设计的 我们研考会也非常重视怎么样在我们高雄 特别配合这个计划推动我们所谓的智慧社区的概念 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不是只有做好像很传统的叫大家不要用自己的车 反而应该提供一些新科技的应用来做我们社区的照顾 这个部分 那是的没有错 如果有一些紧急的车辆的需要 比如说地方上的居民也曾经问过 如果我要就医临时要就医救护车不能进来吗 如果有一些婚伤喜庆 然后这些车不能进来吗 其实婚伤喜庆是可以安排的 我们可以配合这个生态交通 办了更符合有特色的这种活动 这个都是可以预估的嘛 不会是突然的 如果是突然的 那当然该进来就要进来啊 不可能让我们的居民生活 因为说要配合这个活动 然后变成他该就医 很紧急的就医 然后我们救护车不能进来 我想这个不会是这种情况 所以如果是婚伤喜庆的话 还有可能他变成是一种特色创意是不是 是是是 其实这个都是可以预估的嘛 那如果说假如说刚好是你要做一个婚礼 其实可以大家来讨论 所以用一个你什么样的生态运具非常炫的这样进去 那其实我还蛮期待的 就是说其实从现在到2017年的10月 还有一段时间 那除了透过公民室参与以外 其实在这里可能会中间会有遇到一些节庆 或者是中间又遇到一些状况 那个情况是大的节日 那在这种过程当中 其实就可以把一些这样的元素都放进去 像上一次的这个春节 我就非常觉得交通局很好 就用这个方式 你进到那里 你如果很多人要进去哈马兴 然后甚至要进到骑津 做渡轮器骑津 其实都会要求说 你不能用燃油的运具 那你是用要么电动自行车或者是自行车 那这样的方式其实整个甚至我那时候有建议 说环保局应该要去测一下 结果真的去测 污染真的降低了 那其实会让大家先感受一下 说到底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然后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应该不是说 很多的作为不是到那个时候那个月才做 其实现在像刚刚在讲的 如果说电动自行车 其实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地方 其实它如果不用这个燃油运具 它要改成各种电动的或者自行车的 其实有各种的利多的东西 让他们去在这个段时间去试做 或者是去实际上去 可以比较有利的 价钱比较好可以买到太幻 那这样的方式其实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慢慢的一个行为上做一个调整 到那个时候的准备就会比较充足 是 了解 那刚刚我们局长一直谈到 就是说我们一直有参与式预算 就是全民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计划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呢这个也是我们高雄市第一次做这样的一个举动 那这边是不是可以请教一下我们的主委 我们这样的一个公民参与式预算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那如何来帮助我们这一次的生态交通庆典 我先来呼应一下刚刚张一元讲的 其实我们很多事现在就可以做 比如说我们已经知道可以把PM2.5在污染降低 其实我们现在我就想像说 我们可以在那里建一个高高一个电子展示板 现在的PM2.5是多少 然后随着这个生态交通盛典 你看它逐步那个空气就变干净了 那刚刚局长讲了很多创新的配套 其实哈马兴会变成一个创新的社区 它不但是高雄是城市发展的起点 也是高雄的生态交通的起点 也是公民参与的起点 那刚刚一直讲到说公民参与 那我稍微来介绍一下 其实去年这个8月市政府有一个首长共事营 那市长说那研考会来安排 有没有什么让我们的首长这个视野可以拓宽 那我就请了中山大学的万语者教授来讲公民参与 为什么讲公民参与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一般的公民拥有很多 他一Google他就有很多知识 他其实已经开始懂得怎么样 不再扮演一个消极的公民 而是一个积极的公民 结果讲了这个公民参与 以及在世界各国 以及台湾各城市的这个参与式预算之后 我们的陈局长马上就举手说 那我们2017的这个生态交通全民盛典 就可以来做这个 所以就是一拍即合 那这个简单来讲 这个公民参与 参与式预算是怎么样的 也就是说以前我们做这种事 做各种配套就是政府来决定 应该怎么做 那人民就接受 那做得好大家鼓掌 做不好可能下次投票的时候就不投给你 对不对 是事后的监督 但是现在我刚刚讲到说 其实公民已经有很多参与政治决策的能力了 所以我们就想说可以不可以从一开始 就让我们的市民来参与 譬如说他有很多意见 你现在要做配套 这个配套其实我有很多想法 我讲了很多 但是我可不可以来形成一个提案 所以我们也会透过工作坊来协助他怎么样把你的idea变成一个具体的方案 变成一个不但是合法而且可行 而且它符合公共性 那这样的提案我们会透过一个程序 让公民一起来讨论 讨论了以后会有一次公民的投票 大家来决定 那大家这样想比较抽象 那到底什么样的提案 那因为要让公民来提案 所以我现在讲答案 这个可能不太 但是我也可以想象 譬如说我们那个接驳车是不是可以随到随停 随叫随停 对不对 在路上我是不是可以摇一摇 就可以停来接 或者你接驳车要在哪个地点有设站 我们可以来帮忙做决定 或者刚刚讲到说婚伤喜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我们现在想很抽象 说不定大家有很多idea 您都没有想到 其实人民的智慧是很无限的 所以我们就想用过这种方式 让我们的居民来参加 刚刚局长讲的 他只是讲了几个例子 其实说不定还有其他更多的可能性 让大家共同来决定 好 那我这边想问一下吴议员 因为每次跟吴议员聊天 就觉得他的想法都很新 那你怎么看这个公民室参与预算 预算这个部分 其实说人有时候我们常常 已经习惯着生活 刚刚主委讲的习惯选举的投票 坦白讲投票在投人都投党 没有在投政策 应该投创新的政策可能 但是我们很重要的是 不是在投票那一刹那在当主人 四年当一天 你是主人就当一天而已 其他你都是老百姓 不是你应该练习自己当主人 对很多事情 很多公共政策 能够提出自己的不同的想法看法 那蔡宇士的一个预算的编列是说 他最早有 应该是巴黎有一个副市长 还是市长新的 他就先播一笔预算之后 比如他可能要改革本来就是渐进 就像哈马兴 你说为什么是哈马兴 我说是你比较幸福 为什么不是文化中心 最好是 我也是希望到我们那边 当然 那是一个try 我们生活习惯都 我们大家生活习惯都已经习惯 某些东西 那无形中也被很多的价值 生活习惯制约了 那不管他是对或不对习惯了 那蔡宇士民族就让你说 那你喜欢做什么 你不要告诉我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那你告诉我怎么比较好 应该怎么做比较好 那当然是说一开始 不可能整个预算政府都 整个说 局长有民选啊什么 预算你自己编 也不自己 可能要慢慢来嘛 那所以说 所以说那我们先 比如说在巴黎 他是说我先提一笔预算 可能3%或5%的预算拨出来 那大家提案 我这个预算 如果你是市长 如果你是什么 应该要做什么 这个层次需要什么 我们的总预算 总预算里面有3%到5% 本来都是各局处编一编 然后再会整一下 然后议会再审查一下 有三没三的 就是在来讨论 那现在不是 像比如我们议会 我们只能删啊 我们也不能说 我们来做那个好不好 只能建议啊 那现在百姓参与是跟说 我认为我应该做这个 告诉政府应该要做这个 告诉议员我想要做这个 那这个当然讨论之后 每个人都不同意见 但先讨论完 我们先练习一下 有这些预算 待会有多少范围 大概有哪些主题 有多少预算 那还是你有更好的意见 也可以再提出来 那如果说可行的话 就变成一个政府的一个 编制他的预算 一个政策 然后去实践 就是自己可以做一部分 可以从3% 可以到5% 以后如果越成熟 10% 或是跟某个部会 某些预算 就是这样的 这样一举实验 那其实我对这样的期待 就是说希望 市民就说 不要说人家做什么的 你先反对 要请你做主 回头和你请你做主 他又没了 请你问你什么 你都没了 那你要做什么 那是没了 都忘了自己要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 透过公民室参与说 要回到自己的主体性 那当每一个人都能够 很认真地思考 我们的问题的时候 你的创意会有来源 那你对很多事情 你愿意负责任 当我要那个时候 我必须付出什么成本 大家练习之后 就是权力义务 这个就是一个公民社会 慢慢就会建立 所以说交通这种盛典 它看起来好像是交通 我们看一个新的方式 是也是一种 对民主的生活方式 回到我们自己 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 所以其实只是让民众 去回归到最原始的 那一个生活的方式 对不对 那我这边想问一下 再问一下主委 就是说目前如果民众 他要参与这样的一个 公民室参与预算的话 他应该要怎么样来做参与 目前进行的一个状况 我们现在是有一个 公民参与的工作小组 在研考会 那我们已经做了好几次的 赔例的这个会议 就是邀请我们 有可能会参与的局处 比如说文化局 民政局 交通局都来了解 什么叫民众参与 一开始有些局处会讲说 这个应该我们决定了 怎么让人民来决定 会有一个语句 万一他们做出来的 不可行怎么办 那其实我们都有考虑到这一点 那这个赔例计划之后 我们现在已经委托 中山大学有一个团队 来执行这个计划 所以他们也广邀高雄的NGO 以及中山大学的学生都来参与 就是要培养一批种子的工作者 了解公民参与的意义 公民参与的程序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要邀请哈马星的居民来参加 但是我们还没有开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先要请交通局这方面 先让大家对于这个生态交通前述盛典 有一个了解 了解以后 可能大概5月初 就会开始有几次说明会 大家基本上有了解 不会在那么排斥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来邀请大家 呼吁大家来参与这个公民参与 那这个公民参与的赔例计划 让大家了解整个过程 然后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那么就可以大家来提出你的点子 但是你的点子会有公务员在旁边协助你 你怎么样把这个点子变成一个方案 这个方案是合法的 合乎我们的预算的规定 而且是可行的 而且是有公共性的 那这个方案一旦形成了以后 譬如说有20个方案 100个方案 那大家会有聚会来审议 来讨论公民审议之后来做个投票 那说不定投出来有三个五个是最好的案子 那我们市政府就编预算 按照这个来编预算 那我们也有局数人讲说 是不是他们通过以后我们就一定要编预算 当然通过之后我们就 但是那个市政府的官员在这个过程会参与 不可能说提出来一个案子是不可行的 然后我们会去执行 那刚刚吴宇言讲到说我们是不是编3% 5%的预算 我们现在比较不敢这样 因为我们觉得一开始市政府 我们是不是编几千万 我觉得这个 如果太多钱可能会变成他目标是看在钱 我们现在在看整个过程 大家学习怎么样参与 但是一旦有需要 需要多少钱呢 其实我们各局处 因为这个整个生态交通全球盛典 是整个高雄市投入的 所以将来这个预算不会有问题的 是 谢谢主委 那我这边想问一下吴宇言的 就是说是不是这样的一个 实施生态交通盛典之后 是希望说可以为哈马兴这边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甚至是带动整个高雄市吗 我希望就是大家去尝试这一个月 所以说先哈马兴特 你不要担心说一个月以后 就变成怎么样子 要怎么做我们要先讨论 那做了那个一个月之后 就是检讨之后 可能会遇到原点 所以说没有那个不要被自己限制 也不要被自己想象限制 就各种可能的实践 那对我们来讲 但我们是不只是说哈马兴有这样的机会 很简单像陈青湖 大家在那边运动跑步 那还有车开汽车 汽车在那边不只威胁你的交通安全 还要呼吸那种空气 那你说那怎么会健康 你是不是免费开放人家进去那边运动 其实如果那个 比如说那个区 以澄清湖原区 当然你要送货 有些什么紧急 那当然有例外事件嘛 有原则就有例外嘛 那哪些除外事件可以去处理 那还有其他什么 有眷村啊有什么 还有或哪个社区 或我这个社区说我凤山我哪个区 我这几个里长 因为我们也试试看 我说无车还不是无车 是说让这些车的控制 怎么去我们的停车 那政府是不是有一些 你帮我有个停车位 也帮我盖一个路外停车场 那我想要做这样 大家都可以提不同的idea 来让这个所谓的公民参与 也不是只是为了这个事情 其实大家在练习那个过程当中 那每个区高中市 比如说文化中心那附近 我们那些巷道我们怎么去处理 那怎么去配套 一个区一个区一个区去做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 当然要花时间了 因为要改变 其实并不那么容易 那生活习惯 可是这些交通安全的交通工具 所谓的传统燃油 已经侵蚀了我们的呼吸系统 我们的就像你讲 小孩子也不敢在街道上跑 以前我们都是小孩子 小孩开车车车就会打车了 印尼亚幼稚园也是自己走路去 现在当社会 现在不太可能 现在不可能 现在车的太多 然后可能其他有可能 这种社区的城市 没有为这个人社区 让我们希望重新回到 不是只是哈马辛这件事情 我们是人 我们跟我们的生活空间 我们要重新监讨的整个决策 都去思考这样的人跟环境之间 怎么样才是和谐 才是相对安全的 这个是有更大的后面的价值 我们想要追求想要去了解的 那所以说不要不是停在说 不要叫我不要买车 这件事 可以可以 你如果没了也没了 你慢慢来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用急的 是是是 那我想再问一下张议员你 那你觉得呢 这样的一个生态交通的计划 对于高中市来讲 其实这个生态交通盛典 其实有两个很重要 跟以前不一样的一个特色 一个就是公民参与 一个就是生态交通 那这个公民参与 其实我感触很深 在16年前 我当环保局长的时候 那时候在推垃圾不落地 纯粹没有所谓的公民参与 叫做政策宣导 完全是单向式的 而且是父权式的 我就是告诉你有什么样好处 大家来配合 然后怎么样让这环境更好 那其实就是单向的 那现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 其实我们这几年看到在国外 很多的很多进步的这个政策 或者是一个社区应该要做什么事 都会有很多工作坊 然后呢其实是真的跟当地的居民 社区的居民 其实是有一种面对面的沟通 他们真的要什么 然后这个下去会有什么影响 大家在讨论 然后把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甚至他们的建议 他们的提案都拿出来 其实我们在这几年看 他们其实非常羡慕这样 那高中市这次透过这样的一个 参与式的预算 其实也是学会到底什么叫人民做主 我们已经台湾已经非常民主化 可是要更一步的深层的民主化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第二个就是生态交通 其实这个方式 我们过去就是你在这里 所有的居民就不敢 就完全被车子限制住了 你的环境你会非常的危险 然后甚至是你要必须要去负担 那个空气的品质 让你的身体健康受到的影响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实验 其实这个方式 我想其他地方都会在看的 我们也非常希望在我那边 廉池潭或者很多的地方 其实希望能够说 有机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模式 然后我们那里也可以让我们那里 步行环境更好 然后我们也可以引进各种 不一样的东西 可以更有趣 然后呢带来更多商机 然后让我们的小孩子 他在那边很安全 这其实我们都一直在期待 所以我们眼睛睁大大在看 所以哈马辛的居民 其实大家 我们其实非常羡慕的 大家也不用那么急 其实到底要怎么做 其实你们才是主人 你们还可以有机会去行硕 那个实行的方式 那我们大家都在期待里面做得好 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赶快学 是了解 那我这边想问一下局长 就是说其实我们 他正式是第三届嘛 其实前两届一个在韩国 一个在越南嘛 对不对 南非 南非 不好意思 那所以他们其实实施之后的这个结果 也是就是是好的吗 还是其实有什么样的一个声浪呢 是 这个全球盛典 它第一届是在2013年 在南韩的水源市 那它也是跟哈马辛有一点类似 它是一个文化的古城 那这个地方也正期待说 希望能够有一些社区改造的 一些预算进去 那就搭配这个生态交通 一开始居民也搞不清楚 这个会对他们的生活 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冲击 那后来也是透过很多市政府 很积极的跟民众做一些沟通 大家共同找出一些 也可以接受的一个方案 去进行实施 那一个月之后呢 当然不是所有以前的这些概念 通通都留下来 他们但是他们最后 希望说在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 希望还是有一些实化汽油的车辆 不要进来 这样可以让他们的整个社区 非常的干净 那另外就是在社区里面 他们希望把车速降低 变成是叫做交通邻近区的概念 这样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小朋友 可以在社区里面的这些公共空间 去活动 那其实我们也接触到 哈马辛的市民朋友 他也会提出一些目前的担心 比如说我是在里面送瓦斯的啦 我是开机车行的啦 我是经营停车场 那怎么办 这个是我们应该要照顾的 我们筹办这个活动 我们当然还是需要一些 在地的居民的参与 甚至是在那一个月里面 变成我们的工作同仁 我们要来照顾他们生机 也有提供他们参与的机会 那这些东西都是要大家共同来 来提提这些需求 让我们知道 然后我们也会跟他们沟通 来共同找出一些 比较不错的这个方案 那其实我想 在地的居民大概都也了解 这是我们哈马辛的现况 我们大概都知道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存在的一些生活上 应该要改善的地方 那当我们真的就像刚才吴议员所提到的 我们要 要来改善 可能一开始对于 这个概念上 不了解 所以就变成我拒绝这个改善 或是改变的机会 那我是觉得这个是比较可惜的 那希望我们交通局在这个礼拜开始 会就各个里我们去进行地方的生态交通 这个活动的一个说明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管道 收集更多居民他们的意见 或是他们担心的课题 那我们能够回答 我们赶快先做解释 或是说可以透过刚才 我们刘主委所提到的 未来慢慢形成一个公民参与的提案 那这个是我们最期待能够看到的 那我们也希望说 未来的这一个居民收集会呢 能够听到很多地方上更多的声音 好 谢谢 那我们其实今天讨论整个生态交通这个议题呢 当然是2017年才会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举行 那其实这段时间 其实还有一段时间 那当然是希望说民众可以 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参与 那其实也有很多讨论的空间 那主要都是希望呢 我们这个城市 甚至是哈马新地区 都能够更加的进步 以上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